很深大小的悟空 還有動漫的一幕幕長景 沒錯大家的童年回憶 七龍珠滿40週年了 現在台北開設快閃電 不只有很多周邊經典可以打卡之外 像是我手上這頂帽子 還有這個七龍珠錢包 都可以讓大家任君選購 真的要集齊七龍珠召喚神龍了嗎 快閃電加日人潮大爆炸 經典畫面經典角色大集合 有悟空 賽亞人 彼克 不只大人小朋友狂打卡 在40週年之際 帶領鐵粉們回顧精彩畫面 還不錯 因為蠻多 就是除了公仔以外 還有其他的東西 像是這個蠻特別的那個毛毯 真龍的毛毯 一兩千之內吧 對 一兩千夠嗎 應該要看它 錢沒有不見 只是變成喜歡的樣子 選購的手真的沒停過 有得拍 有得買 甚至還有得吃 你造型蛋糕來囉 大大的物資就印在蛋糕上 悟空站在金色金斗雲 等著你一口吃下 還有薯條飲料豆 專屬包裝 小朋友吃得好開心 而動漫快閃電 不只這間 好酷喔 同樣是可以邊吃邊心想動漫場景 超行動畫獵人 也在中山開輕食快閃電 同樣假日湧現人潮 因為餐點部分 全部按照角色客製化 加上七大拍照打卡點 還有滿滿周邊 動漫迷們走過路過 千萬別錯過 另外像是大家都一定看過的 蠟筆小新 聯名咖啡廳也是萌到不行 是一款精心設計的餐點 吃在口裡 填在心裡 動漫搶攻美食市場 荷包得看盡 TB的新聞 周一鋒的日文 台北超報道 霸佛 霸佛